再来是用路人要小心了 惊险的画面看到国道3号有辆小货车 没有将车斗上的大型塑胶卷绑好 就滚出车外往后方车辆砸了过去 从画面中你可以看到灰色的大型塑胶卷 从小货车车斗滚出来滚到内侧的车道 有一辆黑色轿车来不及闪就被砸到车头 幸好驾驶稳住没有偏移 塑胶卷在国道上喷飞 差点造成连缓车祸 警方说要开罚小货车驾驶最高18000元